透过ATM直接提领普发6000作业 明天凌晨正式开始 全台15家金融机构及邮局 设立26688台ATM提款机 只要贴有普发现金识别贴纸的机台 都可以直接领取6000元 全台覆盖率83.2% ATM领款方式很简单 只要插入提款卡后 联选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输入提款卡密码 接着输入身份证号及健保卡后 就可以直接领取 但万一临时卡住出不出钱 也先别慌 可能是卡片的账户 与输入的身份证字号不同一人 或是账户已经设定为警示账户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账户所属分行离线或故障 解决的办法就是 第一换张金融卡再重新试试 还是不行就拿起ATM旁的电话 直接询问 或是第三拨打1988免付费客服电话 搞清楚问题出在哪 我可能也会考虑到那个超商 买东西有意义 父母可以帮13岁以下的小朋友带领 但若是老人家或是13岁以上的孩童 没有自己的账户或提款卡 家人就无法带领 只能等到4月17号 被托本人的健保卡 以及受托人的身份证件 亲自到邮局零贵提领 不过要用哪一台ATM领6000元 也有学问 中信银行凭提领6000元的交易明细 就可获得超商指定的优惠券 十多种商品买一送一 到台信银行 ATM提领最高可抽等同于6000元的6000点点数 若抽到等于拥抱1.2万元 另外同样也有超商银品买一送一 元大银行则是提供60个名额 抽6000元刷卡金 若抽到也是6000翻倍的概念 华南银行则可抽iPhone14等电子商品 以及100元的超商礼券 ATM提领明天上路 各家银行在场商机 希望获得民众青睐 记者于盛行 陈连安台北采访报道 主上这个梦梦水 无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帮助睡眠 睡前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